各位编密你們好,最近介紹很多性價比高優惠刀的手錶 不要讓它停,繼續說 今天看到這四隻錶,我遠遠都不知是甚麼牌子 但看起來挺帥的,大隻的 其實是甚麼牌子來的? 當我知道的時候,我才可以說 這個牌子有出這樣的手錶嗎? 讓大家看清楚一點,看不到是甚麼牌子 45mm錶徑,13.5mm厚 做黑殼的,錶耳去錶耳過52mm 看清楚,12時位置寫著四舊海鷗 哇,海鷗又出這樣的手錶嗎? 我現在轉為單向旋轉的外圈 這隻錶真的很帥,做流胸的錶面 由斯百輪見到在六時位置,發條股在12時位置 總之喜歡機械手錶的朋友真的很喜歡看這些 拉出了錶觀後,看見有停錶功能 擺輪立即停了,我正在調教時間 海鷗的機心當然是自家的機心 按下去,又動得了 這隻錶是50米防水的 但有單向旋轉的圈帶,不是潛水的 即是潛水風格的手錶 看一條皮帶又有些塞斜感 總之就是運動感十足的一隻手錶 打造給大家看看是否很有層次感 看看透底的,總之前又透,後又透的 桌子都頗漂亮,寫著C-GO 然後你又見到它還有些不同的打磨 其實比我想像中更加漂亮 剛才也說了,50米防水的一隻手錶 不過就不是潛水手錶,潛水風格 夜光也有指針,小時刻度 你看到也很清晰的夜光 它本身的數字指針都是綠色的 異常的配搭 亦戴上7吋的手錶給大家看看 45mm標準,一定份量 不過黑色看起來又不是那麼大隻 除了這隻黑殼黑圈的版本之外 其實還有不受過原色的版本 這隻不是綠色的,你見到它是製造了橙色的 這隻是活力十足,即是各各 所以真的有很多選擇 亦是製造了流空的錶面 其他SPEX那些就是一樣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種顏色 還有這兩隻錶很有趣 就是它是45-60 那裡的15分鐘有白色的黑度 跟平時頭15分鐘有的就有些不同 還有另一個版本,這個很銳色的 12-369 其實都是做流空 不過你看到那個錶殼設計 就不是潛水風格的手錶 而是有些像Panerai那些 枕形設計,還有不同的打磨 這隻其實我也蠻喜歡 沒有一個單向旋轉的錶圈 但也沒甚麼所謂 我覺得尤其這隻 這隻橫是44mm錶徑左右 都是有一定份量的 不過感覺上是薄些 厚度是12mm 對,薄些 因為沒有單向旋轉的外圈 至於錶二去錶二 一定是50以來是46.5mm 所以這隻其實大射手 應該適合手蚊比較小的朋友 但也是這麼帥 打枝給大家看看 你看到它亮面、眷面交錯 其實真的很漂亮 打磨真的不錯 看起來也有些軍事味 尤其是它配上綠色的皮帶 更加有軍事味道 這些錶都不是最新的款式 因為你看到它的大小也有差不多 以及看它的設計 我都覺得是早幾年 流行大錶的時候出的 也無所謂 因為有些錶迷不是一定要追求最新的手錶 如果大家都是喜歡大隻的手錶 而你又不想付太多錢 便宜地玩 那一流 通常我價錢都是之後才說 現在不說了 先賣個關子 這隻我看來看去 都覺得不像海鷗 平時的手錶設計 反而有些小眾牌子的感覺 亦做透底 鎖跟剛才那隻都不同 有些輿論文打磨 這隻其實我也挺喜歡 戴上我的手錶給大家看看 錶二去錶二 不過五十 所以更加低色一點 手錶小一點的朋友 不要聽到打橫44mm 覺得很大隻 其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大隻 如果喜歡大隻一點 可能另外那款更加大隻 你發覺手錶動的時候 它就反光很漂亮 其實好像剛才那兩隻 有不鏽鋼原色 亦都有黑殼的版本 黑殼 我覺得反光沒有不鏽鋼原色那麼厲害 所以我選擇和大家分享那隻 就是原色的版本 會不會這隻更加有軍事風呢 一看真的像Panerai的Radiomere 即是黑殼 然後又低調一點 很有軍事的感覺 它就不是配合綠色皮帶 這次一氣呵成就全黑 這隻型到爆了 戴上黑手套簡直是絕配 所以亦都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我在哪裏拍 其實我是在大角咀的七寶錶行拍 其實我發覺這些錶好像是七寶才有 而且你看一下 譬如說左邊那兩隻 那些數字那麼大 不是流的 真的有夜光 那麼大的數字還有夜光 你說晚上看時間清不清晰 不用問了 那麼大家都看到價錢 是不是很棒 那麼左邊那兩隻 就1700多港元 右邊那兩隻 就2600多 都看到很清晰 但是這些都是定價而已 去到七寶錶行 記住看這個Wildwatch World 這個頻道 再多些優惠 其實這些錶都是輕鬆一點 或者2000左右的價錢 總之不說那麼多 好了,很划算 大家去到店舖 慢慢跟老闆聊聊就行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的品牌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真的有很大的推動力 我這次看到這些錶 我真的覺得最不海鷗的海鷗 可能就是這四隻錶 還有這麼划算的價錢 真的要看看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